最近很多同学家长问 做二硕规划都有哪些要点 我想总结三点 也是再强调一下 而且我预告一下 后人在这个星期六 就有一次专门二硕的讲座 二硕规划重要三点 你第一是重视的是你的专业 而不是你的学校的排名 然后你还是要看学校 然后是看你的城市 所以你读什么 在哪读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它和一硕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二硕都是跟就业有关 跟就业有关的 一些不太有经验的顾问机构 他可能就不太知道 所以在这里边 你的选择 你的信息的来源就很重要 第二 二硕一定要注意自己身份的变化 比如这里边 我看到就有很多同学 是痛失这个机会 就是他在一硕的时候 把OPD给用了 这样的话 你二硕就没法用这个OPD 没法实习了 这样你读了二硕 可能对就业帮助也不大了 所以这个身份 一定要有很好的规划 在这里要有一个长期团队 对你比较好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如何来选顾问 我觉得这个顾问团队 如果在美国 如果他的老师 就有美国的工作生活 或者有美国硕士 或者甚至有美国二硕 或者有美国转专业的硕士的经验 那么可能对你有更好的帮助 再来就是他们要懂美 另外一个 就是这样的团队 我希望他是有长期支持能力的 别说我身体一半 或独立一半 这个公司不做了 这样的话 可能对你的支持就小很多 那么另外就是 我希望这个服务机构 它的服务是全面的 就是不仅有入学 还有学业的规划 还有就业的指导 能够一路入学以后实习 实训 然后帮助学生能够在美国 通过换专业来找到工作 对二硕都是换专业的 没有说二硕都是同一专业的 最后我也说一小广告 我们后人现在对于 在美国硕士转专业 或者二硕的同学 我们有专门的一个package 专门来支持这样的学生 而且是从他的选择 到他的录取 到他的学程 到他的就业的指导 这一路都能够支持 我们希望能帮到 越来越多的同学和家庭 好 如果觉得今天内容还不错 你能帮助到你的同学朋友 室友和家人 可以分享给他们 可能你的一次分享 就能改变他们的留学历程 感谢观看